在10月1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群众游行方阵中亮相的70组彩车 在国庆节后与北京多地跟公众见面了 其中有7组主题彩车入驻北京展览馆 就在这个广场上面 现在是停放着参加国庆节群众游行的7组的主题彩车 那么我们也发现不少的参观者现在来到北展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在这个室外冒着雨和这些主题彩车合影留念 那么也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国庆节当天 观看群众游行的激动人心的那个场景当中了 那么在北展的这个入口处正中间的位置 停放的是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主题彩车 那么上面描绘的是一带一路连通古今连通世界的一个场景 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同行者 那么在北展南广场的这样的一个东侧 停放的是三台彩车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脱贫攻坚主题彩车 那么这个彩车上面有非常醒目的字样 到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 这也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目标 那么在他们的旁边还有种植城城彩车 那么这台彩车上面描绘的是在汶川地震废墟上面建立新家园的场景 在它旁边是一国两制主题彩车 可以看到象征着香港的金子金花 还有代表着澳门的金莲花异以身辉 在我背后分别还有两台的彩车 它们是当家做主主题彩车 以及希望田野彩车 在当家做主主题彩车上面可以看到巨大的雕塑 它描绘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 人民代表意气风发地走出人民大会堂的场景 新中国成立后 人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而希望田野主题彩车上金色的麦浪 与绿色的梯田交香辉映 描绘出了一派丰收的景象 那么正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呢 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 这个展示呢是从1949年到2019年 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呢 所取得的辉煌的成就 那么就在十一国庆节之后 在展厅里面也增加了一个新的区域 那就是彩车模型展厅 那么在彩车模型展厅里面呢 是展示了国庆群众游行当中出现的 70组彩车的模型 是按照1比20的这个等比例缩小的 而在这些模型旁边呢还都有设计说明 也可以让来到这里参观的参观者 近距离的来了解这些彩车背后的设计的故事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除了在北斩以外 那么其他的主题彩车呢 近期也将在北京朝阳体育中心与公众见面 此外呢还有34辆的地方彩车 目前正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呢 进行正式的一个展出 那么大家也可以分配好时间到不同的地点 近距离的观赏这些彩车 一同来分享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荣耀与欢乐